2024巴黎奥运27日凌晨1点30分在塞纳河上正式开幕 台湾代表团与塔吉克、坦上尼亚、查德同船 被排在第74艘船出发 台湾代表队这次21名选手加上教练 团本部人员共39人参加开幕式 其中开幕式掌棋关交由与球衣解代资颖 以及霹雳舞好手孙震担任 出发前代资颖微笑举着奥会旗帜 与毕业的孙震合影孩子拍船上的团圆上传到个人IG 不过船开始航行后雨势增大 让穿着雨衣的小袋忍不住直呼吁有点大 最后在约台湾时间凌晨3点40分 终于在大雨中沉船进场 孙震、代资颖一同开心挥舞旗帜 华丽出场 而下船后代资颖也不忘再拉着掌棋好伙伴孙震和巴黎铁塔开心合影